紀念永遠的傳奇球星Kobe Bryant NBA明星賽將更改賽制 跨海也要向Kobe致敬 夢想家年後比賽開紅盤 奧王女單爆冷門 美國小將Kennins逆轉前球後奪冠 楊玉銘在洛杉磯開籃球學校 立志成為華人第一 大家好我是韋伯 大家好我是艾正七 本週的PBW這裡要帶給大家滿滿的籃球 所以我們來到籃球場錄影也是相當合理的啦 講到籃球就不得不提上週Kobe Bryant的直升機事故啦 到現在我都還是很難接受 我從小時候開始是Kobe的球迷 Kobe離開的時候我很難過 所以我最近打球都會穿上Kobe的球衣 前置打球的時候我腳扭到現在還是腫的 那今天覺得要挺直的漫巴精神 不管受傷了還是要站在球場上 今天至近Kobe的方式就把他 立帶我最喜歡的一雙Kobe球鞋 去第八代算出來打球 然後剛剛最後關鍵詞個不管怎樣 前面頭都沒進 沒關係最後還是要勇於出手 頭都進為止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Kobe是24號嘛 所以我紀念Kobe最好的方式就是 1天24小時 我認真的 然後努力的 開心的過的每一天 我覺得在生活中 致敬Kobe最好的方式就是 每次都先等24秒之後再過馬路 我覺得要致敬Kobe最好的方式就是 在走路的時候一直做出投籃的動作 讓大家都知道我在模仿Kobe 就是致敬他最好的方式 MambaMetality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做每天十零都是百分百的毅力 與決心 努力做好 Kobe說過他看過凌晨4點洛杉磯 所以我會看凌晨4點的台北 早起做功課比別人多做一餐 累積的經驗就是自己的囉 不管是不是Kobe的球迷 我相信大家都很難以置信 不過最難過的應該是他的前隊友 Shaquio Neal Shaquio Neal呢 我認為可能是所有人裡面 在這段期間最難過的人 因為 對於像這樣子的一個Legend 兩個人的合作 兄弟般的友情 然後反目成仇最後很好 可是沒有想到Kobe Bryant一年早是這麼早就走了 還有太多太多的話 還有太多太多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一起分享 為了紀念這位傳奇 這次在芝加哥的明星賽 也為了他特別更改了賽制 今年明星賽 將改為前三節都從0比0開始 每一節都是12分鐘 第四節比賽時間沒有限制 總得分會把前面三節的總分加回來 贏得比賽的方式改成領先球隊方 的分數達24分就能獲得賽末點 先拿下賽末點的球隊就算獲勝 並拿下獎金 舉例來說 如果前三節的總分為100比95 那第四節獲勝的賽末點就是124分 也就是說 想要在全明星賽拿下勝利 前三節打完拿下100分的這支球隊 要在對手拿到29分之前 搶錢拿下24分 便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另外在這次明星賽的球衣 也將做出變革 Tim Yanis的球隊全隊 將會穿上Kobe Bryant的24號 Tim Lebron的球隊全隊 將會穿上Jana的2號 鏡頭轉回亞洲的籃球 最近武漢肺炎以及流感疫情嚴重 ABL有部分的比賽選擇閉門比賽 現場除了工作人員以及球員可以進場之外 球迷都只能收看電視轉播 幸好夢想家在彰化主場的比賽 並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球迷在進場之前 要量體溫以及戴上口罩才能進場 大家場下防疫情擴散防得很嚴重 但是球員們在場上 依舊要拿出100%的表現回饋給球迷 如同NBA的致敬方式 開賽兩邊也用進攻時間24秒 向Kobe獻上最高的敬意 用24秒當然不夠致敬傳奇 夢想家在主場這兩天火力全開 在對上虛攻熱火的比賽 在當中線展現有一切都不安的上籃 最後再由哪根的三分線奠定整齊 夢想家成功的在彰化體育館收下二連勝 其實不只籃球圈 在其他的運動項目 也都有向這位傳奇Kobe Bryant致意喔 像是澳洲壞小子Nick Kirill 在出場以及熱身時穿上Kobe 早期的八號球衣 雖然看起來在網球場上面 有籃球球衣出現有好像有點違和 不過看到這個致意我真是眼光真是 真的我好難過 而且今年澳網男女單打的結果 也讓大家十分意外喔 年僅21歲的美國小將Sophia Kenin 竟然展現超齡般的穩定表現 在決賽逆轉了前球後Gabini Muguruza 拿下生涯第一座大滿冠獎杯 身為西班牙女婿 我真的好難過喔 你什麼時候入對西班牙我都不知道 講兩句來聽聽 好啦 不過讓這些年輕好手更難過的是 今年男單的冠軍 依然是Novak Jokovic 奪下 他與奧地利新生代好手Dominus Thin 熬戰舞盤後逆轉風王 生涯第八度在奧網奪冠 未來是你們的但冠軍還是我的 節目最後當然是要回到籃球啦 過年期間我們推出的籃球戰報 特地跑到了LA地球的另一邊 採訪楊育銘的籃球學校喔 曾經在SBO以及CBA 都有活躍表現的楊育銘 全家移居到了坐三機 本來想看賣早餐為生 不過卻意外的開了自己的籃球學校 就是說球技很好訓練 可是球品跟他的態度 跟人品 我覺得這需要去教育 對那我說很多人球打得很好 但他並不代表他是一個 很有球品很有人品的一個球員 所以我希望我的學生 大家長大之後 不管他有沒有在籃球場上 可是他們出的這個社會 都是一個很有用 對社會很有貢獻的一個人 就像楊育銘所說的 有時候你跳出舒適圈 反而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喔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喔 張宗憲展現有如切中五番的山藍 最後再由雷哥 有三分 啊 你怎麼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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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了 你怎麼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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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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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念 郭文老師 節目最後當然是要回到籃球啦 過年期間我們推出了籃球戰報 忘記了 哈哈哈哈哈哈